最後就到partc 他就問我們在12個月中最少有2個月要有盈利的概率是多少 所以我們會想一減全部都沒有盈利 或者是只有一個月有盈利的事件 所以就會是一減全部都沒有盈利的話 就會是1減0.427的12次 然後再減一個月有盈利 所以就會是0.427乘1減0.427的11次 但是在12個月中要選一個月是有盈利的那個月 所以就想一減1減0.427的12次 再減12乘20.427乘1減0.427的11次 出來的答案就是這個 減1減0.9875的就是這樣 0.9875就是這樣 再做partc 關火 点火 我們 ей 我們 看